最近秘密姐姐,可是许多粉丝团间的热门话题,看到女团成员能够与其他女偶像变得亲近,对于粉丝来说都是值得开心的事情。 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,像是轩妹和Ren Velvet色奇的这一对秘密姐妹,就受到许多粉丝的喜爱,两人同样善良可爱的性格,加上台上暴气台下傻气的反差性格,都让人忧伤两人是天造地设的感觉。 而轩妹与色奇的这一对组合,因为太合拍,也让不少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,还会产生是在看我们结婚了的错觉啊。 即便轩妹姐妹的部分已经结束,但还是有一些粉丝,希望能看到两人重回节目了,随着秘密姐姐的话题度增加。 不少女团粉丝都在社群网站上许愿,希望自己的心目中的秘密姐妹名单能够成真。 只是最近有一个神秘的组合,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 相信大家都知道,随俩曾在五月分享了太妍的歌曲,I blame on you。 当时看到随俩的发文粉丝也留言写道,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。 欧妮顺俩的回复,秘密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哦。 对太妍的歌曲了弱直掌的模样,也让不少网友感到意外。 没想到鉴于太妍也在个人爱剧上,发布新照片时标记了炫耀,让粉丝感到非常惊奇呀。 因为两人从出道了到现在,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,或是SNS上有任何互动,也让不少粉丝好奇,两人是怎么变熟的。 不少粉丝都留言,什么,两个人本来就很熟吗? 太妍跟蜜俩是不是有合作的计划? 该不会是要一起拍《秘密姐姐》,两个女犯女生啊? 只是但大家都很希望,两个人,能够在蜜蜜姐姐合作时,节目的规定可能要先泼大家一大盆冷水了。 因为节目中的姐姐角色,必须是演艺圈前辈入行超过十年,还必须是家中独生女或老妖,姐姐也不能育有女儿。 所以有妹妹的太妍,这一个条件根本过不了关,虽然可能无法在蜜蜜姐姐中看到两个人的身影,但是不少网友都认为两人近期的互动,可能也有要合作的可能性啊。 不过光是看到两个人变亲就已经有本次感到非常开心了呀。 gusto 等 嗯 伞